學校旁的巷道不算寬 但足夠讓轎車通行 放學時間一群同學靠邊走路 但突然其中一個人被推出來 到了車道上 把駕駛嚇壞了 駕駛說還好當時車速不快 可以立刻反應剎車 事後驚險過程也在朋友的群組流傳 質疑現在孩子都玩這麼大嗎 行經學校路段也得注意孩子有沒有洗腦玩耍 若出事了恐怕得面臨刑責 如果以這樣的行為 如果造成傷害的話 可能構成刑法上的過世傷害罪 甚至如果他在推著這個行為上 已經預期到推出去可能會造成傷害 那有可能構成不確定故意的傷害罪 現場在雲林一所學校旁邊 警方說沒有接獲相關報案 但檢視畫面民眾在路上追逐 嬉鬧而影響交通者也可以開罰 不得在道路上有奔跑 嬉戏追逐的行為影響交通 那如果行人有上述的行為影響交通的話 那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依法可處新台幣500元罰還 馬路如虎口走路還得好好走 玩耍嬉鬧容易發生危險 若玩笑開過頭害人被撞受傷了 吃上官司那就不好玩了 民視新聞許嘉誠蔡聰林 雲林報導